19號英國政府解除英格蘭地區所有防疫限制 包括室內外場所人數限制 社交距離 強制戴口罩等 通通解除 英國太陽報報導 解封前一晚就有大量年輕人 在夜店門口排隊等待 此舉引起專家擔憂 解封前夕英國疫情急劇升溫 接連兩天 單日新增5萬多人確診 是今年1月疫情大爆發之後的另一波高峰 剛上任不到一個月的英國衛生大臣賈維德 也確診 近期與他接觸過的官員 都將自我隔離到26號居家辦公 其中包括英國首相搶生 對於英國大解封 美國科學家海瑟廷 痛批群體免疫策略 實際上是置人於死地 他表示以群體免疫為目標 是在推行一項明知會導致 成千上萬人死亡的政策 雖然英國當局否認采取群體免疫政策 但也坦承 未來幾個星期 每天的新增確診可能會飆升到10萬例 新唐人亞的電視張淇淋綜合報導